一些亞伯特羅瑟先生的作品 是因為 剛剛有提到 我們劇團其實跟亞伯特羅瑟先生 有一些很深刻的互動 還有跟他的學習 所以劇團在很多的創作裡面 也會習慣用 亞伯特先生他創作的方式去思考 像剛剛 我有跟各位講說 自己的作品其實都跟亞伯特先生 他自己的親身經歷有關 那我們怎麼樣把一些親身經歷的東西 或是我們在尋找 材質的創作跟實驗的時候 將我們對故事的一些 最主要的核心精神 用稀有的材質跟造型 表現出來這也是 劇團一直在努力做的方向 所以接下來想要先給各位看的是 劇團在最初 做了一個作品叫做小小孩 那小小孩他其實是改編 好不好這間書店裡面有 這本書是 好那剛剛因為講到亞伯特先生 他做這個小小的身體是用布做成的 所以我接下來想要給各位看的是 我們從紙張 這個材質的實驗出發作的一個作品 扯 food 就要看像是 一條鬼 2 狀態 1 狀態 1 狀態 4 狀態 2 ノ 2 狀態 2 狀態 2 狀態 3 狀態 2 狀態 1 狀態 1 狀態 2 狀態 2 狀態 他其實有標語的寫明能力 陸喬先生在他的一個短篇小說集 叫做《人子》裡面寫了一篇小故事 叫做《小小孩》 那個小故事其實非常的文型可愛 他在講的是一個快要出生的小孩 然後碰到這個世界之前 他自己在肚子裡面 設想著整個這個世界會長什麼樣子 然後再描寫他真的出生了 後看到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好可以努力嗎 這樣就是很厲害 我會有別的之處 就是對他有一種小孩 其實是否可以讓整個小孩 藍術的女人 有很多人都在想要 所以說一下 我會有很多人 是你躺下人的過程 你躺下人的過程 有很小的 是你躺下人的過程 絕對嗎 在這裡 也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我們到處去 全部人都不幸 愛過程 全然在這裡 快到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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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用剪刀借入到這張紙張 你去揉它的時候 它其實會有一些皺痕留在紙張上面 然後它也會去變成另外一個形狀 那像剛在那個戲裡面 各位看到有一張很大的大紙 它其實在劇場演出的一開始 它是一張很平整無瑕 就擺在舞台上 可是透過那個小小孩 它也是用沉坐的東西 它出來開始冒險 然後有很多外力加入的時候 那張白紙就開始留下很多痕跡 很像那個小小孩到世界冒險 它採過的足跡一樣 那那張紙在戲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功用 就是你們可以看到舞台上 我們幾乎沒有任何固域 那那張紙它可以當作一場棉被 當你蓋在身上 可是當你輕輕地撥動它的時候 它又可以是像海浪一樣的暗喻 可是當你把它整個這樣立起來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像山洞的岩壁 可以當作光影幕 那我們也用了一些光影的手法 去表現出那個小小孩 它對世界的一些想像 用光影的方式去呈現出比較 手繪的線條啊或是顏色 那在這裡面其實你們問我說 如果這個偶戲算是哪一種類型 它其實就包含了兩種 一個就是小小孩 那個我稱為指頭偶 指頭偶的直是指子之手的直 因為那個偶頭呢 它後面有一根小木棒 所以曹偶師它其實是直著 拿著那個小木棒 然後去操縱它的 那另外一個形式就是光影 光影也算在偶戲的類型裡面 說到光影呢 接下來要給各位看 2006年的光影西偶戲 它就是一齣完全是光影的偶戲 不知道這邊有沒有朋友看過 那稱為西 雖然它是那個西系的西 那它其實是改編孫悟空的故事 可以讓我想像一下 比賽 充滿了 到時 整個地面的 看這些畫面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它的大小大概就是 一整個舞台的高度 也是看不到舞台 因為我們把所有的恆夫架在舞台最前的 然後整個遮住舞台 所以很多觀眾一進來就說 啊我不是要來看劇場 怎麼搞到電影院裡面來了 H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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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词曲味道